我们需要求这个图形的面积 这个图形我们看一下 它一共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条边 是个十边形 有几条边的边长给出来了 有几条没有给 是未知的 十边形的面积怎么求 我们没有学过十边形的面积公式 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公式 但是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简化这个问题 大家看 我们可以把这个十边形分成三个长方形 这是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然后分别求它们的面积 最后加总在一起 就是整个十边形的面积了 好 我们分别计算一下 先回顾一下长方形的面积公式 面积等于 长 乘以宽 所以 所以左边这个大的长方形的面积是 9 乘以3 等于27 右边上面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 3 乘以2 等于6 右下角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 3 3 乘以3 等于9 最后 三个长方形的面积 加在一起 就是 27 加上6 加9 等于42 那么 这个十边形的面积是 42 把单位加上 就是42平方米 5 8 7 7 8